陳國新的這篇聲明其實讓他在輕描淡寫中 他完全的規避了刑法 妨礙新制組裡面的所有的罪行 因為妨礙新制組裡面他分幾個樣態 第一個就是手段 第二個就是被害人的精神狀態 第三個是被害人的年紀 第三個是加害人跟被害人之間的關係 第一個手段他說他們是交往 所以這個沒有強迫 第二個說後來才知道他是有憂鬱症 所以他的精神狀態我不知道 第三個他說他是高中 16歲以前他沒有跟他交往過 所以規避了16歲這個最重要的一個界限 第四個他就是說 他們是18歲他已經不是私生關係的 所以沒有從屬關係 你看在輕描淡寫當中 一個沒有那種法律是文筆很好的陳國新 竟然可以在輕描淡寫中 寫出如此一個完美的切割 所以我們當然是合理的推論 在這12天13天他身影當中 其實他不是在反省自己的行為 反而是他跟非常密切的跟懂法律的人 擬定了這一份完美的一個生命稿 當然在這看起來再怎麼完美的一個生命稿 我們不要忘記了 這個背後的是林一涵用他的生命沉重了 對這個狼狮所做的一個控訴 所以當我們法律是這樣子 法律他法律的速度很慢 坦白講法律速度很慢 有時候我們都很急說 他就這樣了 不然快要跟他抓去 趁他收 趁他破形 所以有時候我們唸法律的人很無奈 其實某一個層面我很戰爭具現講的 唸法律的人 像律師叫你唸法律的人 我們都會從第一點講到第一百點 那就在原地踏步 所以因為法律就講得很嚴格的程序 現在被害人都不在了 說實在我是不好意思這樣講 但接下去也不知道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難道就應該這樣束手無策嗎 當然你不要看一下 這個年輕的一個生命 他做如此沉重的控訴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一個生命已經隱落了 但是他告訴我們 至少還有三個悲哀人 那我們不能放任這三個悲哀人 他在暗夜的角落裡哭泣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節目裡面 除了我們追溯 林一函所說的委屈之外 我們真的希望 其實來透過詹的節目 也許這三個悲哀的 當時的小女生 現在是一個年輕的女生 你的生命裡面一個非常大的陰影 你踏不過去 你曾經在無數的夜晚裡面 你躲在一個角落裡面 你哭泣 我們要說這個絕對不是你的錯 因為你是百分之百的被害人 錯的話是實行那個魔掌 對你摧殘的人 那我們 我們坦白說這個社會或家庭 很遺憾沒有在當時 你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對你伸出援手 但此刻我們就在這裡 不是我們這幾個上節目的人 是整個社會願意做你支持的系統 所以我覺得要幫助 林一函 讓他所受的委屈 得以一個彌補 或者是我們要讓這些 我們覺得非常痛恨的人 讓他繩之以法 繩之以法 我們真的是需要透過這個節目 也許此刻你就在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真的是需要你站出來 用你的方法 用我們大家一起齊心合作 才有辦法讓這樣囊師的行為 被繩之以法